六十十山花开了 东部最近午后都会出现降雨 前一阵子还在闹水荒干旱的富里香 原本很担心今年花旷不好 但是天降甘霖总算让这些花都开了 富里香农会总干事张树华表示 目前大涌茶庄还有九六四驿站 就可以看到满山遍野的金黄色花海 超级梦幻的 游客兴奋的在一大片花海 与三五号有黑咒 这里是花莲富里香六十十山的金黄花海 让来赏花的游客手机拍不停 二三 OK 谢谢 从彰化来的郑小姐说 就算没有花海 这里的藏谷县也让人赞叹 实在是太美了 我不失望 因为它整个这个就很美了 对啊 对对对 就算说没有 有花有花的美 但是没有花 你整个这个地方四野辽阔啊 然后整个这样云海上就很漂亮了 六十十山的金针花开了 东部近前五后都会出现降雨 前阵子都还在闹水黄干旱的富里香 原本很担忧今年花矿不好 天降甘霖让这些花都开了 富里香农会总干事张素华表示 目前大涌茶庄以及九六四驿站 就能看到满山遍野的金黄色花海 超梦幻 大雨的关系 所以有雨水充足了之后 我们的花就拼命的开了 所以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如果你们喜欢金针花海的这些好朋友 不妨趁着假期的时候 要赶快抓紧这个时间来这里欣赏我们 这个很不容易 这个天候影响事象 还能够努力占荡的金针花 欢迎大家一起来欣赏 六十十山上设有多座的观景凉亭 让游客可以不同的角度 登高望欣赏金针花海美景 一整片黄泉泉金针花盛黑 绿油油的茶园 辽阔的山轮美景 藏谷风景 也足以让游客拍个不停 记者高松双副理箱采访报道